大家好,各位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Smart Education的Cathy 來到我們知識共享協會舉辦的Rainbow One 網上直播,工作坊 今天我們很歡迎各位校長、主任和老師 很感謝大家出席這個活動 Cathy也是我們邀請的嘉賓 她來自《聰穎教育》 稍後她會分享《My Smart Reader》 這套新的英文書的教材 怎樣可以提供給學生 怎樣可以在教學、課程、理念當中 分享給這麼多位老師 事不宜遲,讓Cathy去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套教材的特色,好嗎? 好,謝謝 讓我先分享我的螢幕 好 好 各位校長、老師、同工,大家好 我是Smart Education 聰穎教育的Cathy Wong 好,謝謝今天 知識共享邀請 讓我今天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些關於 《My Smart Reader》的設計理念和內容 在正式開始之前 我都稍微介紹一下 《Smart Education》 《聰穎教育》 《Smart Education》 多年來都為香港、澳門和大中華地區的 學生服務 提供高品質的教學方案 我們除了有不同的網上學習平台 涵蓋中文、英文、數學 以及STEM科目之外 也是教育局指定的電子教科書開發商 另一方面 《聰穎教育》也是TOFO 以及TOEI國際認證考試的 香港澳門地區官方代表 正如剛才所說 我們有不同的網上學習平台 包括英文、中文、數學的網上學習平台 而我們也有網上的電子圖書庫 而今天我會主要講講MySmart Readers的系統 MySmart Readers是我們其中一個網上的 英文電子圖書庫 適合中、小學的學生使用 當中的一些電子圖書 接下來就可以在WINGBOW ONE上看到了 這些電子書除了有聲音、有畫面之外 也有些練習可以讓同學看完書後完成 我們的圖書都是來自英國、美國的大型出版社 例如Mighty Books、Macallana、Henry Story Books等等 當我們拿到這些批准之後 我們就會把他們的圖書自動化 所謂的自動化 就不單單是把他們的圖書變成一個PDF 讓同學看這麼簡單 我們會確保到每一本書都有自己的動畫和聲效 等同學是一個多媒體的方式去閱讀 而不是單單看PDF一個這麼平面的方式去看 另外我們也會根據大圖書教學法 來設計一些閱讀後的練習和小遊戲 我相信也有些老師聽過什麼是大圖書教學法 不過這裡也稍微做一點說明 大圖書教學法是早幾年學界非常推崇的一個 不應該說推崇的 是一個提倡的教學方法 就是當我們教學生語文的時候 就不是用傳統的文章 而是用一些圖書 我們再根據這些圖書 去設計一些聽說讀寫的練習給學生 其實這個方法也受到非常多的學校歡迎 因為我們發現到 當用了大圖書教學法之後 其實學生在學習語文的時候 他的成效會提高了 另一方面就是他們本身的閱讀興趣也提升了 所以我們也跟著大圖書教學法去設計我們的問題 我們設計的問題是會跟著香港學生的程度 去設計一些適合的內容 那什麼為之適合呢 我先舉一個例子 譬如我手上一本圖書 它的程度其實一至三年級都適合看的 但是一至三年級的學生 他們看完一本書之後 學到的東西是否一樣呢 那我相信就不是的 於是我們設計一些練習的時候 都會看回 一年級的同學 可能他們要專注於一些 副卡建築的方面 那二、三年級的同學 就可以再加深一點難度 譬如一些文章、文章等的知識 我們就會把書碗的練習 按回香港學生的程度 以及我們的文章 去分級和安排練習 那這件事我們就覺得非常之重要 因為我相信老師也有一個感覺就是 如果我們一下子給太深或者太淺的 練習和文章同學 他們一來學不到東西 二來更加大件事的 就是他們可能會因為這樣對學英文 或者閱讀失去了興趣 我們經常說電子圖書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促進學生他們的自主學習 Self-director learning 要令學生自主學習主動地學習 最重要的就是令他們本身對閱讀都有興趣 而這件事正正就是電子圖書的優點 我們在製作MySmart Readers這個系統的時候 就很著重一定要圖、文、聲並重 因為說真的 其實我相信不是很多學生都喜歡看書的 或者看字又更加覺得 嘩 怎麼辦呢 很多字啊 於是電子圖書就是一個多媒體的載體 我們可以用更多元的方法 讓同學們去閱讀 我們都希望透過一些聲音畫面並重的電子圖書 吸引一些本身不喜歡看書 不喜歡閱讀的同學 都多些接觸文字 多些接觸閱讀 我相信無論他看的是什麼書都好 其實他只要肯看 他的語文水平一定會有所進步 另外 Self-directed learning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同學要看得夠多 所謂的多 不只是數量上的多 種類也要多 MySmart Readers的圖書除了有Fiction 例如一些小說 繪本 經典文學等等之外 還有一些Long Fiction的書 譬如是一些跟STEM有關的圖書 老師可以看到 右手邊 Long Fiction那裡 有一本書叫What Makes Waves 這本書是出自Patsy Has a Question的系列 近年教育局的Syllabus裡 都非常強調 Reading Across Curriculum 即是鼓勵同學要跨科目的閱讀 MySmart Readers 其實有一半的圖書 是符合到RAC的要求 如果老師在找一些 煩惱的 找什麼RAC的圖書 給同學看 Wingmo 1上的MySmart Readers 會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因為 例如我們說 Patsy Has a Question 這個系列 他會用一些問題 去引導同學看 我們會在這本書裡解釋 一些自然科學 例如說 為什麼會有浪 為什麼會走來閃電 這些問題 有些同學懂的 你叫他用中文說 他可以說出來 但叫他用英文說 他就像一個腦袋空白一樣 這個可能是因為 本身的英文不夠 或者他不懂得用英文表達出來 我們就希望可以透過這系列的書 讓同學者一來 嘈吵一下英文 二來都學會怎樣用英文 表達一些自然現象出來 表達一些跟Stamp有關的知識出來 我們就讓同學接觸不同類型的書 在學跨科目的知識同時 都令他們的語文有所進步 可能老師都會留意到 為什麼我們經常都這麼強調 同學看完書之後要做練習 我這裡有一幅漫畫圖 我相信老師看到會有少少共鳴 圖裡面的男生就說 我教了一隻小狗吹口哨 但我朋友就說 為什麼我聽不到他吹口哨 男生就回答他 我說我教了他 沒有說他學會了 我們有時候教小朋友語文 就經常出現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給了很多知識 塞了很多東西給他 但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學會了 或者他可不可以用出來 那這個情況是什麼呢 就是有進入沒有進入 那我們就希望透過這些讀後的練習 一來幫同學回答他學回來的知識 譬如我們有些詞語文 或聽聽的練習 我們等他用出來 這個才是一個完整的學習過程 所以我們也有不同類型的提形 我測試同學 究竟他會否換個方式 就不懂得用他學到的東西出來 例如我們有些填充 有些混合的練習 等同學要經過一個思考的過程 他才可以把他剛剛學到的知識 真的放入腦裡 而不是一陣風就算了 那我們剛才所說的 進入和外出的知識 又是否只是一些和文本相關的知識 絕對不是的 我們現在經常都很著重訓練 學生的21世紀技術 包括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critical thinking 和creativity 21世紀 有什麼特點呢 資訊爆炸 AI普及 我所說的這四個C 其實就是這些深環境下 非常重要的知識 我們的讀後練習 都是會和這四個技術相關的問題 例如同學 我們很著重的 其實是 他問題的答案 其實他不可以直接抄出來 他是要經過他自己的思考 他自己去再怎樣判斷 這個過程呢 就是在訓練他這四個事 我們有時候會有些可以讓同學自由發揮的問題 讓他們可以自己寫 發揮一下創意 甚至可以叫他們嘗試說 嘗試和他身邊的人討論 我們最重要的是引導同學的思考 其實我就這樣說 可能都未必拍照到究竟是怎樣 這本書 我這裡也展示一兩本書給老師看 好了 這本呢 是其中一本之後 可以在WINGBOW ONE上看到的書 就是我剛才說的 PASSY HAS A QUESTION的系列 這本書就是 為什麼會落雪 我這裡也播一些片段給老師看 另外一個字幕 roz説 فيวa ALEKS'I ONE WINTRY DAY 為ALEKSI CY ixを折繃 ALEKSI I when water vapor is cooled to the freezing point quickly what is water vapor? pexy asked water vapor is water in the form of gas alexi said water can also be liquid like when it is rain water can also be solid like when it is ice or snow water vapor turns into snow instead of rain when the air gets cold before the water vapor has a chance to turn into rain droplets instead of turning into rain the water vapor turns into snow crystals instead the snow crystals are solid pexy thought for a moment and said that sounds hard i think it is easier to make a big snowman than to make a tiny snow crystal alexi laughed and put a carrot nose on the snowman pexy was right both in the dry weather we also talked about it we also have the language and the language of course we can be able to influence the language and in the course we read it we will highlight these language 讓同學可以一來聽到那些字,二來他也知道那些字是怎樣寫,怎樣寫 先縮小 然後剛才也說過,有不同類型的讀後練習 哎呀,這裡回答了 問題也是根據21世紀技術設計 除了有4C之外,這裡是關於主意的 這些問題,我這裡就展示了一個答案 如果我們遮蓋答案,同學要掌握到幾樣東西才可以回答 一來,他要懂得聽剛才的主意是什麼 二來,他要知道每一個詞語是怎樣解釋 他才可以找到一些正確的答案出來 例如,這題其實也不容易 因為他們是要... 其實本書裡面是沒有直接的答案 他們也是,要懂些詞語才可以回答 如果他本身不懂詞語,那他怎樣回答呢 這也是一個自學的過程 他要怎樣去找一些他不懂的字 這個是他們一個學習階段 這個學習階段要掌握的技能 來的 例如說,同學今天想不做読書 他想做matching,他就可以選擇 他今天要做這個練習 好,我們的matching exercise 也是,那些答案是要經過他們自己思考 因為句子是長的 但這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他要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也是他們需要掌握的技能 這也是matching exercise 這個呢,他也是除了要懂得讀 懂得看之外 他也要聽得明白那個字 我來試試play 對了,他在這裡聽完之後 他就要找回哪一個才是答案 而Wingbow1上面也很好 可以即時 咦?為什麼我錯了? 不要緊 可能因為我還沒完成 所以這樣 他即時知道自己正確或錯 他其實可以立刻掀到前面 他就不停地掀 不停地再看 其實也是一個深化他們學習的過程 另外,在Wingbow1上面 亦都有一個比較新的功能 就是Dictation 就是聽完字之後 他們要學會傳出來 比如這裡 Wintry 他們就要打個字出來 也可以馬上檢查答案 對不正確 這裡也是因為我還沒回答 所以他不給我 不給我 另外,我也覺得 之後這個功能非常有趣 就是一個Re-Allow的功能 同學是要嘗試說回那些句子出來 我相信現在都很少網上學習的平台 是在做這件事 就是讓同學讀出來 Speaking Skills 這件事 是我覺得Wingbow1 一個非常獨家的訓練 或者我現在試一下 乩 我刚才读得那么短,他会告诉你你错了 那你就可能要回到前面,听这句句子怎么读 或者我可以听我自己读成怎么样 那我就自己觉得这个训练 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训练 让同学他除了有一些吸收能力之外 也都可以训练他一些输出的能力 好了,现在已经4点20分 可能今天我就未必可以展示到这么多书 还有我刚才看到Q&A那里有老师问这个是什么类型的书 这个系列大概是三到四年班 甚至有些深一点的五年班的书都有 是的 我可能将究竟在Rainbow One上面这个平台 具体如何操作呢 交给Open Knowledge的同事讲解了 好,感谢Cathy这么详细 还有这么有学术性的课程讲解 我接下来也分享一下Rainbow One的画面 老师相信看到这个画面也不陌生 也是我们Rainbow One的平台系统 如果看不到的话 麻烦你们可以在聊天室那里通知我们同事 看看怎样可以帮到手 好,现在这个画面 其实老师看到就是我们Rainbow One的主页画面 如果老师有兴趣或者之前都未见过 或者都未了解过 随时都可以在聊天室那里留下你的联络信息 我们稍后会有销售的同事联络你 提供一些免费的使用户口给你加入 好,刚才这么详细 这么好的讲解 大家都很想知道这套书会在哪里出现 首先我会跟大家说 我们会有一个地方叫书店 这一套书在接近很快的时间 就会放在书店这个环节这个位置 其实My Smart Reader 其实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些电子书 这一套电子书 老师也可以在书店下载 密切留意着我们新一套课程 我们将会很快放到书店那里 给大家试阅 如果老师有兴趣 就快通知我们免费的试用户口 好,其实书店里面 你如果看到我们这些电子书的时候 到时如果你看到有 你可以进去里面 看到比如说 有一些书是很适合用的 那你就可以按这支红色的笔 然后就按编辑 那它即时就会跳到你们工作间的户口里面 那我先进去工作间 让大家看看我们那套书的状态 对了 那当你如果拿到这一套书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叫做工作间的地方 那老师可以在这里做剪辑 好像PowerPoint那样方便 那你会见到所有的题目 都会放在这里 那刚才Kathy展示的画面 其实就是 就是制作的画面就是这样的 对了 那其实你会见到我们这些是选择题 对了 选择题 那至于后面那些就是一些叫做连线的题目 对了 连线的题目 那比如说 老师想在这里加加减减没问题的 可以在这里自行这样改 或者自行这样去修正一些 就是组件模组 那最后那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语音辨识 那老师也可以来到这里去进行一些修改 你会见到这些位置 就是比如说 按下去之后 老师就可以进行修改 好 那当比如说 这些听说读写这些的课程内容 那怎样可以来到Wingboone 可以变得更加有用 和更加帮到老师呢 最重要呢 你就可以连结一个叫做 学习重点 那我们这个学习重点 在我们的专业版的户口里面 你就可以取得了 那你会见到我们有些学习重点 可以连结 那而每一条题目呢 你都可以连结的 譬如说 你这条题目 是讲一些的聆听 譬如说好像这条这样的连线 那它是属于聆听类别的 要听了之后呢 才知道怎么回答的 那你也可以连结一些的学习重点 我这个也是属于Reading 我原来 好 那不要紧的 因为课程内容呢 就可以老师自行修改 那我呢 就是想推介给大家 这些的组件的功能 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怎样帮到大家的 好 那我示范了 就是老师怎样 可以来到这里 去进行一些的连结 那也都可以呢 我先回到外面先 因为我们的系统呢 其实真的很多元化的 你会见到呢 有个地方叫做学习重点 老师呢 可以来到这里 去修改你们的学习重点的内容 比如说英语科的 可能是 除了是听说读写之外 你还可以 加一些的细项上去 是的 可以在这里建立副本 去加一些细项上去 如果不想要的话 删除了它就可以了 是的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那你还可以 最重要就是 来到Wingbow One 去派电子书给学生 那因为其实那些教材呢 当你派给学生呢 其实最好的地方就是 可以收集到一些数据 在Wingbow One最强大的地方呢 就是可以收集数据 和看一些学生的成绩表现 好了 那我之前呢 就做了一本 就是TEMPLATE 用了这本PACCHET Question这本书 来做了TEMPLATE 那我就派了给学生 做自由阅读 那而得出来的成绩 结果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看到了 好了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成绩的数据 你会见到是绿色的 绿色的意思呢 就是代表着 那些学生 是答对的意思 另外呢 这个红色呢 就是说 它答了 有些题目答得不对 那橙色呢 就是说 一些题目答对 有些题目答错 那另外呢 我们也会有一个 叫做数据显示 那这个数据显示呢 你会见到 譬如说 这一套书呢 我派了给五个学生 那这五个学生呢 它完成了 那就会变成了 就是这个颜色 75-100% 那它就会掉到这个颜色那里了 那此同时呢 你都可以见到 一个叫做成绩 那你只要按这个圈呢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的成绩表现了 那当老师呢 譬如说 我派了给这五个学生 那你会见到 所有的成绩的总分 会罗列在这里 然后每一条题目的分数 也都会在这里 那你会见到 譬如说 可能选择题 我认识了是五分 那老师也可以自行去设定这些分数 那好了 去到 后面那些语音辨识 我们就会按%来去计算 那其实呢 你会见到 我们每一条题目呢 都会有分数之余呢 亦都会有一个叫做成绩及时间的 好了 那你会看到 第一个学生和第二个学生 其实呢 在第一条选择题上 都答对了 是的 都同时地取到五分 但是你会见到 这个时间呢 是有分别的 是的 那第一个学生 就做得久一点 那第二个学生 就做得快一点 那你都可以分析到 其实每一个学生呢 就算是对了之后 其实呢 他们的能力差异在哪里了 那好了 那除了这个时间和成绩的表 可以给你看到之外呢 亦都可以 你可以汇出做Excel 那方便老师登分 纪录等等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一个学习重点分析 那这个就很重要了 因为呢 你可以分析回每一个的学习重点 是的 那每一个学习重点对于学生来说 那个价值在哪里呢 你会见到 譬如说好像A这样 读书 那么它会有一个平均分 我们会计算出来 整本书呢 那个平均值 跟着 B C 那这样 那你可以见到 这个三角形呢 其实就是这本书 这三个学习重点的平均分 那当然 如果你的学习重点 越多的话呢 其实它的重点 就是它的重点 就会越多 就不单是A B C 可能A B C D E F G 那样的了 那我们要看一下 譬如说A学生 原来A这个学习重点 是高平均分一点点 跟着B这个学习重点 它就低于平均分一点点 那你会见到 哦原来这个学生 是B这个学习重点 就是听听 可能就要加强一点点 那我们又看一下 小王子 哦小王子 原来他也挺厉害的 他A 就是那个学习重点 是Reading 他可以拿到10分 那B呢 同样地都是一样 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了解到 哦不同的学生的成绩表现 背后呢 那些的 就是理解能力 听阅读能力 听那个能力 或者讲那个能力 的差异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学习重点 还有呢 你也可以 成绩表 你也可以按着不同的成绩分布 排行榜 等等去看看 就是我们 就是 学生成绩的数据 那样的 那 那说到这里呢 相信大家都会 很有兴趣 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图书 还有呢 了解一下我们的平台 那希望 就是 日后呢 有机会呢 可以再和大家分享多些了 好 那 那今天呢 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那 另外 我想看看大家 会不会有一些问题 那如果有问题呢 就随时可以在聊天室那里 就是打你们的问题 那我们会立刻去回答的 那我给大家一些时间 是 有老师想查询是吗 那 你可以开咪的 应该 好 好 那 不要紧要的 那 我们呢 稍后 如果老师有兴趣 呢 可以 留言 在聊天室那里 还有呢 留意 就是 稍后我们会不会有同事呢 是联系你呢 去免费去试悦的 好了 那就 今天 啊 又有个问题 哦 那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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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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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嗯 其实呢 我们现在 未来的 My Smart Readers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书目 可以在Wingmo 1上面看到 那 而 里面呢 亦都会有多元化的 多元化的 多元化的阅读题材 刚才说过 Fiction 也有 Non-fiction 也有 而且呢 也都会跟回不同 级别 去分籍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不停地入身的时候呢 老师都可以密切地关注了 好 那今天呢 时间就到这里了 那就 多谢大家参加出席啦 好感激大家 来到的 那 如果再有问题呢 都不妨可以留言啦 我们会回回大家的 这里呢 我再补充回刚才那个答案先 那 那 那 據我所知呢 今天可能应该是會有 超过500本是My Smart wisest 的图书 可以在Wingmo 1上面才看见的 是啊 如果老師有興趣的話 都記得去看一下 好,那我們今天分享就到這裡了 多謝 拜拜